一笔财竟在运通 人音有本无所聚 数音有根不动摇 大家好 我是任俊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的价券股价指数 盘中中错了百点 真的这个行情超好超漂亮的 老师是做多 可是为什么觉得 行情跌下来是好的呢 因为我告诉你说 在股票市场的操作 有一个叫做低买三法 今天指数大跌 你的股票能够不跌 那我告诉你 它就是未来市场上的机会了 它就是未来市场上的机会了 但是如果你的指数大跌的过程 你的股票跟得下来 那很不好意思 这些标的 你就要开始去做换股的动作了 未来的行情 叫做多头空头一边一国 有一半的股票 它会是涨的 可是也有一半的股票 它会持续的去做弱势整理 那你要怎么样去做区分 你一定要用低买三法的方式 指数大跌我不跌 均线向上还会上 量缩回档它会继续涨 所以哪一些个股它现在是属于均线向上还会上的 强势股拉回你要站在买方 你一样要站在买方 我告诉你说台股其实它不是一个走空的行情 你看到说今天早盘一度大跌白点 但是现在开始收缴上来了 现在只算小跌17点左右了 重点是贵买市场现在还是红的 它还是红的 上市贵上涨加速加起来1000加 下跌的加速只有600多加 它只有600多加 所以你说指数跌下来是给你买股票的 是给你下去做切入的动作的 但是这个首要的条件是 你一定要把你的弱势股换掉 否则就算今天指数大涨特涨 那不好意思你的股票也是打在那里 没上当就是没上当 因为未来的行情叫做多头空头一边一国 所以我怎么样去选择到未来会涨的标的 你要靠什么 你要靠技术分析 你要靠资金的流向面 当有一些股票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你要把它放进你的观察名单里面 强势股你要找到合理的位置 下去做切入的动作 所以最近行情不是跌吗 指数这两天下来 它在新高附近做一个震荡整理 在月线附近做一个震荡整理 我知道有很多的格尔股 它是在破低的 它是在创新低的 但是我告诉你说 我们家的股票持续的往上去做走强 我这样跟你说你可能不成 但是没关系 等一下我秀一下给你看 但是我跟大家讲说 有一档标的我要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它在8月10号的时候 我先预告给你看 我先预告给你看 它是一档太阳能的标的 那它已经出现了多头吞噬的走势 量占比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支股票开始有人在投买了 已经开始有人在偷买了 量占比从200来到100 我只要设定好这个停损的价位 强势股拉回我要站在买方 但是因为均线是下弯的关系 所以我要等什么 我要等均线上去 我要等均线翻扬向上 所以当时我是怎么讲的 导播 short time 像这种标的 我说了 这个是很像立基当时的走势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量占比从200来到100 哎呦 这个量占比已经开始出现大增的状况了 已经出现大增的状况 重点是K线指标 它出现了多头吞噬的反转 它出现多头吞噬的反转 目前它还在干一件事情 叫做整理这个跃均线的位置 但是它一旦突破上来回撤的时候 均线开始转为上扬 机会就来了 但是我说我要等待 是因为我要确认它整个反转形态 统统完成了 那个就是底部可以去布局的位置点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其实它还没有涨 但是我告诉你 我买的位置点上面 是在均线突破向上的时候 那我为什么要买在突破向上的时候 因为D买三宝告诉我一件事情 如果它的均线是下挖的 它还会跌 但是它的均线开始往上走的时候 它会怎样 它会起来嘛 它会上去嘛 均线向上还会上 超简单的啊 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所以当时我告诉你说 既旗钩票 这6538的仓和 我只是遮起来 因为主管机关的规定啊 所以呢 当它这一档股票在走跌的时候 在修正整理 量占比从200来到100 我先纳入我的口袋名单 因为这不符合 我会切进去的条件跟公式 所以我等待 我等待 等什么时候 等8月18号的时候 当它突破的均线向上 量占比一样 从180来到20 越来越多人开始去做切入的动作 整理平台突破拉回买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那你说 我当时买的点位确实比较高啊 当时我买在哪里 我买在233块嘛 买在233块钱啊 那你说 仓和买在233块 当时确实有更低让我买 可是为什么我不要 因为那个点位买的没有效率 你买了之后 第一个 你可能会遇到均线下班的压力 所以呢 会被洗掉 会被洗掉 所以在那个地方 我不下去做切入的动作 但是呢 当它开始突破向上的时候 我才去做布局 因为即使你遇到利空哦 你要知道哦 股市瞬息万变 它有可能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你没办法去预估嘛 我不是心灵啊 我有办法去看到未来就是 可能全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政治利空吗 包括台股什么 解放军环导大演习啊 我也没有情报啊 我也不可能拿着解放军的电话吧 但是当你遇到这个利空的时候 你的股票相对抗跌 当然它就是未来的主流 所以呢 即使它8月20号那天 我遮起来而已 可是我告诉你 均线已经往上走了 那均线向上 它还会上 量缩回挡 它会继续涨 重点是量占比从180来到20 这个买盘的量越来越强 所以我不会怕 我没怕 接下来我一样告诉你 这支股票就是会买钱啦 你可以买得比我更低 你可以比我更便宜 但是重点是 你有下去做布局的动作吗 你可能因为8月20号那天害怕了嘛 你可能因为指数大跌 怕到啊 所以你不敢去买股票 但是你有低买三房 你知道说均线向上 它还会上 均线居然是向上的 它还会上 所以当你的买点是对的 仰标股自然能够赚到行情 那你说现在它标不标 昨天这一档标的 它来到亮灯涨停板 它来到亮灯涨停板 我告诉你哦 光我的7天的时间 我的价钱涨了12块钱 亮灯涨停板涨了12块钱 但是重点是它除全息 光除全息就除了53.5元 所以呢这两个加起来 我总共的价差差了65.5元 也就是说我不但赚到了利息 我还赚到了价差 所以我的获利 开始整个暴增上来 有没有 那买点在哪里 均线向上还会上的买点啊 所以有一些股票它在跌 但是你看这种股票 均线向上还会上嘛 它还会上去嘛 所以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你都可以买得比我更低 可是你没有我的抗讯你不敢买 所以你不敢买的情况下 这一个波段你贪不败 就让它过去了 你就看着别人的股票一直在涨 但是自己的股票呢 我之前跟大家谈过的一些 你一定要换掉的股票啊 2327的国具啊 你看今天反弹上来 人家6538的仓和 仓和还原全值都已经创新高了 这一个缺口它是还原全值的缺口 这个缺口补起来就等于加了53块 那它都已经创新高了 结果你的股票还在跌 甚至2492的华星科它也在跌 它有回到它原点吗 指数都已经快要13000了 为什么它回不去 回不去啊 所以一个超盘手 真正厉害的地方 不是只会拿一手好牌 而是在指数跌的过程当中 在行情回挡的时候 能够帮你把烂牌给它打好 这才是真正的厚人 这个才是真正的超盘手 我相信很多市场的专家 都叫你逢低再做加码 一直把你这档股票一直加 一直加一直加 把你当王雪红再贷 把你当郭台铭再贷 但是你真的加码到现在好了啦 华星科你从200多块加码到现在 你是当一张可以赚到钱的 除非你买在最低点在158块啦 否则你看这一档股票 一直在往下跌的过程 你一直逢低加码 低点还有更低啊 低点还有更低 那未来呢 未来呢 所以我说操作一定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 你如果是做长线布局的 这档标的也不是你该去买的啊 真的最好的标的 真的长线布局 我就是看好台积电 就是看好台积电而已 那台积电你也不能乱买啊 台积电你要买在它回档的时候 不是买在它大涨的时候 你如果连做台积电都会被套牢 那你真的该检讨一下啦 所以呢 低买三法里面指数大跌我不跌 均线向上还会上 量缩回档继续涨嘛 你想要有效率化的操作 那你就要用低买三法 除非你想要存股啊 你存股你也只能存台积电 你也只能存台积电 那你台积电你要存对位置 那剩下的部分呢 你要用技术分析的方式 下去做短线上的操作 怎么样进怎么样出 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时间有关系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达同步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旺鼓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旺鼓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旺鼓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车怎么看啊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坏 三 消费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激震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播 话 遗等就对啦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0点到10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加卷股价指数的部分呢 目前只剩小跌9点 所以我说行情非常的好 跌下来是给你换股的机会 它是给你换股的机会 你要选对标的 你未来自然能够赚得到行情 因为台股将要走入一边一国的走势了 多头空头一边一国 如果你的手上的股票 你不赶快的去做及时处理的话 你一直在给自己借口 告诉大家说 这支股票我还老的 它未来会起来 它未来会再上去 因为它跌很多了 它未来会有反弹的机会 当然啦 确实它未来会有反弹的机会 但是反弹上来真的能够回到你的成本吗 我之前跟大家谈过 像6510的金测有没有 在800多块钱 我就告诉你说 这个跌破变成一个大头型 大头型出来均线开始往下弯 你一定要去做换股的动作 当你在当时你有去做调整 你有先把你的股票去做换股 那不好意思 这一段至少你省下来了 你省下来了 对 所以呢 我就说 当你把这些持股你都调整好了 你再来换股嘛 那你把它换到对的股票上去 一样啊 你就把你过去的亏损赚回来了 这不就是操作吗 但我相信你的老师 他就叫你一直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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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觉得说 总有一天他会买到最低点 那真的有 对啊 每天都在创新低啊 一直在创新低 他就叫你一直买啊 那你不要忘记哦 康友是怎么挂掉的 你不要忘记 有很多的股票 比如像说过去的洋滑 触碰面板的族群 TPK曾经也到900多块啊 那如果说你一路的往下买 3673的TPK 现在剩多少钱 900多块连90都不到啊 所以产业它是一直不断的改变 一直不断的轮动去做一个转换 重点在于说 有一些机会它会上去 那有一些机会呢 它会下来 那有人 当然也叫你去买联电啊 因为觉得台积电太贵的关系 所以他不敢买台积电 结果叫你大力的 用力的去买联电 2303的联电 我说你敢跟台积电竞争 结果你去台积电你不敢买 你去买它的竞争对手 真的是贪得对吗 产业面你要不要去了解一下 台积电的供应链里面 没有一家叫做联电哦 没有一家叫做联电啊 所以你只是看它的股价比台积电便宜 就下去买这种股票 那我不知道你的老师 他有没有认真的去做研究啦 但是我们不会去干这种事情 对我来讲 我就是有一个法则 有一个操作的公式 该卖我就卖 该停损我会换 但是呢 我不会让我的会员受到大伤害 可是当我咬到一档标股的时候 比如像说金像店好了啦 金像店我当时在买之前 我都先预告给你看 我说这期股票开始有人在买 量占比从70来到35 对不对 我的月线它是往上扬的 均线向上还会上 如果说它跌破月线 我们就换股 但是如果它没有破月线呢 那就带我去冲啊 重点是我的买点 还是买它跌的时候 跌下来下去做布局的时候 42块钱 离我月线更近了 那它跌破月线我顶多损失个1%2%我跑嘛 我就离开啊 所以为什么我都是买跌 为什么我需要买在那个低档的位置点上面 因为我向下的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的获利才会无穷大 买期涨不追涨 就是我们的操作原则 就是我们的操作原则 所以我们买对了之后 8月10号开始往上攻 涨了3.56% 我说这开始而已嘛 那8月11号指数重挫113点 它涨了0.57% 当然很多投资朋友都告诉我 它在这个地方卖掉了 还来跟我们说谢谢 因为指数大跌它没有伤到 它没有伤到 重点是 我有叫你卖吗 我有跟你说 这现在要买吗 我告诉你是说 当我的低买三法告诉我一件事情 指数大跌我不跌 均线向上还会上 所以这一档标的它就没有符合空头的走势 它就还不到那个走空的机会 那你指数大跌怕什么 指数大跌我不跌 所以再来一次有没有 隔天 对你一开始恭喜 你一开始很开心 但是隔天你就伤心了 因为指数还是跌 你的指数预测是对的 跌了109点 结果这支高标亮灯涨停满 硬生生活脱脱你插了一根涨停 那当然你昨天很开心 指数大跌我的股票没有跌 结果隔天 指数还是跌 我的股票涨停满 结果但是你卖掉了 不要做这种事情 真的不要做这种事情 免费的才是最贵的不是吗 所以你看到8月13号 再涨8.29%有没有 5天的时间涨了24% 到8月14号的时候 6天的时间涨26% 到8月18号的时候 8天涨33% 到8月21号 再来亮灯涨停满涨了31% 涨了36% 所以这就是金箱店 这一波上来的走势 然后我的买点在这个地方 强势股拉回站站买方 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买完之后开始往上去做攻击 那我的均线在这里 均线向上它还会上 跌破线我就跑 我就换 但是没有破呢 它就要带我去飞 这个叫做操作的公式 你不可能永远都是对的 但是你要做对的事情 你一定要做到对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金箱店涨了 那包括仓和也是 仓和也是啊 高价股的仓和 我们也是啊 如果说当时我没有把利基卖掉 4968的利基 我告诉你说我买在这里 对不对 我买在这里这里卖一趟 上来之后我第二趟 我卖掉是在这个地方 我没有卖在最高点 很不好意思 可是你可以看到 我后面卖掉的 是不是正确的位置 它是不是就跌下来了 那我把利基的资金 我把它拿去转过去做什么 做6538的仓和 这样也是同样又起来啊 这样不就也上来了吗 所以股票市场 它的操作就是有规划 它有一个原则性在做进行嘛 每一个时间在涨的股票都不一样 你要把它 你要了解到每一个规律性在哪里 五六月份就是涨生计 结果你等到七八月才去做生计 当然你就被掏在高档上面了 现在有很多人会讲这一档股票 对啊 但是呢 它有告诉你说 它买在这个最高点吗 它有告诉你说 它在这个高点去追 这个高点去追 然后现在呢就算它涨停它一样解掏不了 那我当时我也跟你讲说 我在高档的时候我就提醒过你 拜扬时来到新高 你撞到那里一条有风向 你真的很危险 股票不是追来的 它是从低档下去布局而来的 你如果真的不会低档布局 你干脆直接跟上我们的脚步 我常常讲说我手上都有 每天都在研究 一千八百多档股票里面 哪一档是下一个机会啊 今天那要花这么多时间的哦 那个要花很多的时间 我相信你自己一个人你做不来 什么叫做专业 什么叫做真正的操盘手 真的要用心去做功课啦 所以我说最近你要留 你要找到的叫做台积电的相关族群 GEO的电子股 资产股之前我们做过一波 那我都卖完了 那接下来是GEO电子股的时代啊 有一些很便宜的电子股 它过去是被错杀的 比如像说6126有没有 星银今天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他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你如果买这种股票你会贪钱吗 你会不会赚钱 均线向上还会上 量缩回档它继续涨 它就是涨给你看啊 那我说 没关系这创新高 百二十来到高点 你不要去你不要去录啊 不要再追了 因为下一个机会点在这里啊 我之前跟大家谈过 台积电是不是买了很多的厂房 他今年就买了100亿的厂房 买了4块的土地哦 他买了4块的土地哦 那台积电如果要买土地 代表说他要扩厂 那他要扩厂 不可能只有厂房吧 不然我厂房放在那边干嘛 死亡哦 他一定要开始做量产的动作 那他开始做量产 什么机会点是台积电最关注的 他已经在做晶圆厂了哦 但是他下一个规划 我告诉你他要吃了更多 他要直接做一条龙的服务 就是说我从晶圆的代工 一直到后段的封装 我一次全包 所以有一些赏商他会受害 但是有一些机会他会来啊 他就来了嘛 所以我说像台积电这一次哦 礼拜二他的技术论坛的时候 他讲到一件事情哦 台积电他现在整合了 包括SOIC 包括INFO的技术 还有COWERS的技术哦 他把它合并起来 叫3DIC的技术平台 全世界第一个建立一个叫做 封装技术的平台的一个 一个技术平台哦 然后呢他命名叫做TSMC 也就是台积电啊 台积电的3D Fabric 所以呢未来台积电 他要做什么 他要去切入封装的 这一块的市场 高级的封装的市场 他要一次把它接起来 你的苹果在我台积电下单 从你的晶圆到后段的封装 我一次帮你完成 你可以拿到完整的货品啊 那相对来讲 他以台积电的良率来讲的话 当然良率更高啊 那客户呢 他的成本就可以荡下来了嘛 那这个就是未来台积电 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说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啊 你要特别留意 他现在买了4块的土地 他买了4块的土地 没放在那里去三百 那他如果要再做 这个封装技术的时候 小兵3号机会就来了啦 小兵3号机会来了 而且重点是量占比从230来到3指 指数下跌我不跌 他逆势创下新高 均线向上还会上 突破量出来 整理量出来 强势股拉回 站在买方 第一买三法 指数大跌我不跌 均线向上还会上 量缩回档继续涨 我们的操作原则 扬镳股赚行情 买起涨 不用去做 追涨的动作 抠讯你排列 你带我走 我们重招来打拼了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助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国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 squares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次umin field Presentation face 喜的讧分真的 符合取向析 new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2781-0909 大家好 我是截病管制处防疫医师林永卿 目前国际疫情依旧严峻 陆建设处防疫医师林永卿